大家好 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将供系统的课程 上节课我们把所有的页面都全部已经完成了 这节课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编写测试 首先我们看一下Jungle它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模板 看别人官方推荐我们怎么写 我们照着官方的写,看一下 WritingText 一般我们会计成一个Jungle有一个负类叫TestCase的 看一下 首先我们也创建一个 Class 我们也创建一个MonitorTest 然后我们计成TestCase 这个不是我们也计成Jungle里面的TestCase 没有,对 好,我们创建了一个类 看一下 他们第一步 Setup里面都是初始化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Init里面写的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测试的一个负类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面给它初始化出来 你看我们 看一下我们用的TestSetting 我们采用的是保存到 内存数据库的,所以说 不会保存到真实的数据库 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创建出来 看一下,我创建了这几个方法 我们首先要Init Host,App,Group,History 还有Statics 这几个表的数据 我们把它给初始化出来 我们看一下Host 我们创建了一个Create的一个方法 看一下 我们比如说随便写一个 Nedge2.168.26.1 OcLocal 多创建两个 2 3 Local2 Local3 随便写 好,Group Group.Create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Create方法是自己写的 你要什么字段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直接给创建一个实例出来 看一下 Group 我们第一个那个U-COO DISPREATE NAME 大写的U COO 再创建两个 TODO TODO 那个爱奇艺 History 看一下我们History History这个表 点Create 好 我已经把这些测试的数据写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写我们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一个测试 首先我们肯定要继承我们这个负类 因为我们要继承TestCase 我做了一层封装嘛 看一下我们它会自动 我们如果继承这个MonitorTest的这个类的话 它会自动进行setup 去创建它的实例化数据 看一下我们测试Viu里面的所有的API的方法 我创建了一个TestViuTest 有这个类 然后我们继承我们写的MonitorTest 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打印一下呢 好 好 我们直接写测试在这里面 好 我们写了一个测试于Group的这个API 我们达到所有的Group 看一下 它的数据 我们测试的数据是不是三条 我先验证它的长度 看一下我们的Group 看一下我们的Group 是不是三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度 是不是等于3 我们怎么跑测试 DG和我们在Redmi里面写了 这样直接我们指定于我们测试的那个文件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们来跑一下测试 Sendables Python 3-B Python 好 我们看成功了 我们的长度是3 是吧 长度是3 之后 我们要验证一下我们的数据 是不是这三条数据 我们怎么验证了它 我们直接写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条数据是不是优酷 DisplayNom是大写的优酷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条数据 是不是正确的 你看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条 第三条我们也测试一下 第二条数据我们写的是土豆 大写的土豆 埃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的 证明我们这个get这个方法的数据是正确的 是吧 所有的数据都是跟这里面数据是一样的 好 我们get方法就测试哈 get数据测试好了 这个API还有一个post的一个请求 是吧 我们把post 这里我们post group 我们先将一个类 叫post group 然后我们调用client and put进去 直接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我们再去数据库里面去拿 拿到Name 是post group 这个内蒙的第一条 然后看 它的DisplayName 是不是跟这上面这个post group的DisplayName 是不是相等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测试到我们这个post的请求 是不是正确的 他们有没有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运行 来看一下 好 你看 正确了是吧 这个API 测试这个API的结果我们已经正确了 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还剩下了很多API 结构测试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在这里带大家一一的写了 大家自己上去写 然后可能有一些有瑕的变化 就比如说有些参数的这些 你就直接在这里面更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请求过去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可以叫参数的 大致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在这里写这个测试了 好 这个测试过了之后 我们还有一种测试 叫做模拟浏览器的一种测试 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评不来啊 我们看中文版的吧 这种叫自动化测试 它会模拟浏览器 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 来进行测试 我直接带大家写一下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python的 我们直接start看文档 看一下 它有个webdriver 然后打开firefox 这是打开火福浏览器的 我们也可以打开 chrome 谷歌的浏览器 也可以打开IE 这一般测试 加入性的 这些的话 我们就会把所有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浏览器 给测试大位 然后你看我们get的 get的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页面 所有的东西 我们看到 我们这里判断的是 它的是title 就是这个title 是不是相等的 好,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文档 上面一些例子 这个名字就比较好 它里面有setup 有close turn down 就是关闭的 我们就采用这个例子 我们copy进来 改一下名字 我们这里改成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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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32 看一下短口是不是 2332 好,我们先不判断 我们先看一下 它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行 我们运行来看一下 看,我们把它的浏览器给打开了 哦 我们运行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服务器 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启动 我们先把它启动起来 Sanable Spice & Sound 我们先把它运行起来 它是磨灵浏览器的一个操作 但是,所以说服务 我们要自动自己一起起来 好,我们这次来看一下 看,它就去访问了 一下就关了 我们在这里面睡眠一下 我们把time引进来 我们睡10秒钟来看一下 看见没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模拟很多操作 点击这种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设置啊 这些 它是很强大的一个功能 模拟我们人为的一些操作 我们看一下官网 看一下这里面 有sind key 然后它是find element by name 我们可以find到那个输入框 然后我们就直接sind key 就是把我们想要的数据给复制到这里来 我们直接给您写一下 我们先测试它的title 是不是正确的 看一下,我们的title叫什么monitor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是不是正确的 嗯 driver 可是self.driver 我们用的 看 它是在睡眠5秒钟 正确的 我们跑了一个测试 是吧 它自动把浏览器给关了 好 我们去打开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输入框里面输入集 是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得到的 我这里面有个id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id来去得到它 看这里面有方法 by name 肯定有一个by id的 我们copy过来 by id改一下 还有它有一个方法叫做send key 我们去filter哪一个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test等6 我们去得到test等6吧 这个不用返回过来 好,我们跑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在得到6的时候 我们在睡眠5秒钟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 它马上在这里面写个test等6 看见没 好,我们这个页面上没有其他更多的一个插座 我们就 不去插座其他呢 我们就直接点它的 点这个到manage里面 我们怎么得到这个 看一下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内蒙叫做operation 我们去得到它 看一下,我们通过find element by name 得到它了之后 我们要得到它的链接是吧 我们打印一下链接来看一下 它的链接是不是指向text6 text6是多 id是多少 我们看是47是吧 我们再运行来看一下 这次我们不睡5秒钟了 我们睡2秒钟 运行来看一下 马上test6 它马上会打一个URL出来 你看是4.7 IDV7的这个 好 我们有了URL之后 我们就再去访问这个页面 用manager页面 我们访问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的title就是哪个呢 title就是manage那个title呢 是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manager里面的title是什么 好 我们直接点过去看一下 他的就是manager打写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样是不是正确的 你看他自己就过来了 然后测试正确 哦 写错了 哦 写错了是吧 那么 anager 哦 我那里面写错了 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我们这种测试 这种模拟测试 我们要把所有的页面都测好 然后所有的一些功能 模拟人为的一些功能 这种也叫做自动化测试的一种 大概就 这个工具 我觉得大概就给大家简单的 讲到这里吧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再了解一下 可以做很多工作的 可以去访问很多别的网站 做一些坏事的事情 这些 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一个 我帮别人做的一个东西 去 我去 淘宝去帮别人刷单 看一下 去访问别人的淘宝 去帮别人刷单的一个东西 现在已经上线了 访问不起了 看一下 他会首先会模拟登录的 首先用户名密码 他会自动进 这里自动会设置进来 你看我们去 直接去 就 得到他的 然后 得到SubMeter 然后直接点 Click 他会Session 就会跟着走 然后去做一些操作 这些 这是我帮别人写的一个小东西 所以这个工具 也是很强大的 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反正他就可以模拟 人为的一些 所有的一些操作 测试 我们就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下集课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结合Jinkins来全部总结一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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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